各位观众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王书军老师 这期呢,我继续为大家来讲这个小邦的这首华丽的大原舞曲 上一次呢,我们大概是讲到了这个双音这个地方 那么我有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这首原舞曲呢 是一个对练习前奏曲或者是拳套前奏曲一个非常好的准备 因为它在结构上面可能每16个小节或者有的时候甚至更短 就会有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变化 那么像这个地方呢,我们从刚开始 就是这种高贵的呀,还是说这种比较proud,就比较骄傲的呀 那么到了16小节以后呢 变成了这种非常轻巧的 那么又到了下一段呢 变成了这种双音 也就是非常热忱的,非常的这个英文叫expressivo 或者是expressive的这种非常情感的抒发 那么又过了16小节呢 就是我们上次停下来的这个地方到了 首先在这个地方它消防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节奏上面的一个小技巧 这个英文管他叫himiola himiola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数学上面讲 如果我们把任何分成六份的东西呢 它可以分成三个两份或者是两组是一份的 也可以分成两个三组是一份的 那么整个这个原舞曲呢 我们都是一二三,一二三是吧 是懂叉叉 那么这都是以三拍为一个单位的 但是到了这个地方呢 它是 它是以两拍为一个单位 或者说我们从右手来看 它是一二一二一二 而不像原来的一二二三一二三 所以它这首先就出现了一个这种节奏上面的这一个 我叫misplacement 就是节奏上面它跟之前稍微有点不一样 而且呢 它的这个音量也是更大的 然后再两小节之后马上 然后 再回到这个 这个热沉的这个地方 所以说到了这个地方已经是大概是第四段了 那么这个肖邦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变化变得越来越频繁 两小节的强 两小节的弱 但是呢 整体来讲 它还是以四小节为一个单位 也就像我上一期视频讲的 虽然这些伟大的作曲家管这些叫什么舞曲啊 有些很多叫什么 朱伯特叫寄兴曲啊 什么随兴曲啊 随响曲啊 但其实它里面的结构都是非常非常对仗的 工整的 那么到了这一小段的结束呢 我可以弹出来啊 这个本身这个曲子是三个将号将一大调 那么将一大调也是一个英雄式的 对吧 菲特芬的那些英雄交响乐啊 皇帝协奏曲啊 都是将一大调 那么随着这个曲子的进行呢 它其实这个一个一个往上加将号 那么这个地方 开始把将一变成 它把这个将一大调 本身这个和弦加了一个七 将D 那么之后呢 直接就非常非常容易地转到了将一大调 将一大调四个将号 那之后呢 肖邦又同样的办法 将一大调 又加了个第七音 那么然后现在呢 变成了 变成了将 D大调 也就是一个一个的往上加将号 那么在这里呢 整个这个地方呢 肖邦的这个音乐术语上讲叫空 Anima 那么这个地方千万不能跟Animato 来做一个混淆 Animato的意思是 英文管的叫animated 就是稍微越来越活跃 动的这个动作越来越多 但是呢 空Anima的意思是说要用灵魂来谈 英文讲这个为so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种说可能最最深情 最最需要去表达内心的这个感情的 那它跟前面这个 其实有点有点像是这个庆祝一样的 这个气氛是完全相反的 但是也是四小节强 四小节弱 所以从这里看 特别像是一种内心上面的一种斗争 或者说一种举气不定 而且呢 这里有非常多的这种半音的伴奏 我们是要 可以说它是一种体现它这个曲骨节的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那么这又过了16个小节 马上呢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整个这个曲子到目前为止 最轻松活泼的 每一个音都有这么一个装饰音 所以说在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时常在想 也许这个肖邦并不是让这个曲子作为一个真正舞曲的一个半舞的这么一个配乐 因为如果是它要配乐的话 那这个舞者会是需要在五分钟之内换很多很多情绪 这种事情其实是挺不容易的 所以它其实是借着是这么一个原舞曲的这么一个框 但是它的才华已经把它超越了整个这个作为一个舞曲的这么一个曲子的一个载体 它已经把它变成一个艺术品 所以就像是它的练习曲 可能它的初衷是为了练手指 但是也是每一首的那音乐性要比其他的很多作曲家 哪怕是为了音乐性而写的这些曲子 这个音乐性还要更丰富 所以像从这种深沉的或者这种灵魂的 一秒钟之后 马上就变成这种非常轻松活泼的 这个也是需要让我们来去练习的 那么当然这个从中间轻松活泼 这个十六小节之后又回到了 这么一个十六小节的这种深沉的 那么到了下一段 小邦有写道歉 就是甜美的 所以在这里我也其实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你两小节为一个小单元 但是它是有一问一答的这么一种语气 这是一个问句 这是它的回答 每次问问句的这时候 小邦都有画这么一个强弱记号 也就是说它就是想让这个语气变得很重 但是每次到回答那一次 它都没有这个 所以说到了最后一次 对于我自己的处理 我有可能就是觉得 是当你这么的严肃的去问我这些事情的时候 或者说我最后的答案决定 已经它不是很重要的 它已经是那种就像是 新气急的如今尝尽愁滋味 却到天亮好的秋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当这一切都经历了之后 就随它去吧 这是一种这样的一个结尾 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但我有听过非常非常多 包括可能我自己最喜欢的 拉玛尼诺夫的 作为一个钢琴家来讲 他有录过这首曲子 他们很多可能是不是这样的去表达 但是我越到当老师 这个年头越久 我越觉得其实很多时候 这个教条是没有用的 就是说不要非抓 就是说这个弱了还是强了 也许到最后一切最重要的 或者说最感人的那种演奏 是能表达出一个内容的一种演奏 并不是说我音都弹准了 或者说因为我不觉得这个谱子是音乐家 或者是作曲家给我们的一个手铐 而谱子是一个音乐家传递信息的一个方式 那么我们还有另一半的一个责任 就是把这个信息再通过我们来传递给听众 那么到了这儿呢 我可能没有详细的数 可能已经有了七八种不同的这种情绪 或者是这种心情 那么当然到了最后又是 这个非常辉煌的雄伟的这种感觉又回来了 那么这个其实在最后的结尾处 这个Coda 意大利文的Coda的意思是小尾巴 就是最后的时候 它其实有一个节奏上面的一个处理 这个也是对于肖邦其他的作品当中 其实并不常见的 因为肖邦并不像贝多芬一样 是一个那么喜欢写休止符的人 对吧 我们这个谈他的练异曲 这个练异曲当中里面的这个休止符 或者说有一刻完全没有声音的 这个情况是很少的 可能你不弹琴的时候 你也有踏板连着 但是到了这个地方 而且他又写的这是个对音 他又写的这是一个突强 但是他其实我觉得 凝造的一种感觉就像是 他就像突然被打断了一样 就是可能如果没听过这个曲子 这个听众第一次听这个 都会觉得是不是出什么状况了 然后要足足等两小节以上之后 他的这个回答才回 然后又要足足等一小节 而且这是一个键慢 最后这一小节的控拍 也要把键慢放进去之后才有 才有这一个巨大的一个键强 但是它是从最开始 从节奏开始 而且这个地方的节奏 我是觉得完全不可以有这种 这样的无曲的感觉 而这个更像是一种非常非常严谨的打节拍 让它整个的这个气氛突然变得紧张 所以其实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当节奏 它是可以有松有紧的时候 大家并不觉得是一种气氛紧张 因为我们说跳舞 你算它是真正可以扮舞的 还是不可以扮舞的 因为跳舞本身是一种 是一种娱乐活动 对吧 你不可能说跳舞之后 把大家弄得紧张兮兮的 但是呢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纯意上的舞曲 所以到最后呢 它其实是一种要推到高潮上面的 一种手段 那么它的这个节奏呢 是要非常非常准才行 当然里面的所有的结构 也都是以四小节为基准 那么它里面的这种强弱的这种反差 也是非常的大 然后这里面有意思的是 我们以为它会一口气走到上面 但是到了这之后 它又是一个接种 对 其实这个是一个小邦常用的一种 三个结尾的那种方式 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个地方 当成它是结尾 或者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 当成一个弱的结尾 但是不 小邦想让 想让它是一个辉煌的结尾 但是任何一次 其实都完全可以装成结尾 这个其实是跟之前我讲过的 这个小邦的第一叙事曲 有点像 那么 所以说最后呢 这个曲子还是像冠婷一样 从 从这个非常辉煌的 这个开头 最后呢又变成了一个辉煌的结尾 所以说我每次弹这首曲子呢 我觉得乐趣是在于它在一个十六小节为一个组的这么一个非常工整的情况下 又出现了那么多的情绪上的变化 情绪上的反差 而且这些是完全可以用触键来体现出来的 像这种 像这种东西它可以多用手指然后多往上面勾着弹 不需要 不需要把这声音弹的非常的到底 但是呢可能转头它就变成了 就变成了这种要弹非常到底 而且手要从这种尖尖的空出键变成这种平平的出键 能够有更多的面积往下压 所以说这首曲子呢 是我觉得这个对于肖邦的所有描曲来讲的 等于是它的这个艺术体现能够很丰富 也能够非常好的让大家来准备 这个如果有人计划谈二十首前作曲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好 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讲一首新的曲子